大家好,我是Stan 12月22日,SN娱乐官方宣布 由于个人隐私相关争议 男团来自成员森汉将无限期暂停活动 SN表示 森汉对于最近通过SNS和论坛 非法先后传播的个人隐私问题 给团队、其他成员以及粉丝们带来的失望和混乱 感到非常抱歉并在反省 森汉感到心理压力和责任感 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为了团队中断活动 公司尊重森汉不希望再给团队和成员 带来更多伤害的决定 因此决定无期限中断活动 SNS接着表示 目前非法先后传播的影片和照片 是在出道前列行程时期 私人时间拍摄的 经过故意的二次剪辑 多次重置导致了误解 SNS宣布 以特定非法先后传播者 并计划于当天下午向警方提起诉讼 而森汉也上传手写信 向粉丝们道歉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哦,SNS的处理速度真快 因为是新人 所以感觉风险很大吗 对来一子的粉丝来说 这是个好结果 毕竟还是新人 在形象受到更多损害之前 及时做出了断然的处理 这又不是犯罪 也不至于要退出团体 既然已经暂停活动了 希望那个散播者的人生也会毁掉 他太恶意满满了 希望能得到应有的报应 当然虽然不是犯罪 但如果团粉们不喜欢 他就要退团呢 如果我最喜欢的团体里 有这样的成员 我也会觉得不喜欢 无期限中断活动的公告 发布后不久 来一子的官方IG上 删除了森汉的成员介绍 这可能是退出的前奏吧 太奇怪 这不是校园暴力 也不是犯罪 竟然因为出道前的私生活 闹得这么大 觉得他可怜的人 是不是换了好孩子征后群呢 如果真的那么可怜 就买他的小卡 支持他的单飞活动吧 对于森汉的无期限暂停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Cexica时隔6年发表了新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Beep Beep 而FX成员Ember也参与了专辑收录曲 Get It Get It Good的录制 助阵Cexica的回归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Cexica新曲Beep Beep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声音真的依然很好听 音色还是非常好 总是差不多的感觉 希望能有所变化 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 比我想象的还要在国内反应冷淡呢 因为母语者加上SN娱乐出身的人 他的发音真的很棒 让人耳目一新 我听过所有歌曲 对我来说比起主打歌 我更喜欢Ember参与的那首歌和Send Me Free 所以对于Cexica新曲Beep Beep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庞谈所有能成员 RM.Cimin.Pi.Chonggu 将开始进入入伍的相关程式 11月12号Beep Hit表示 RM.Cimin.Pi.Chonggu 已经开始进行旅行兵姻义务的程序 关于入伍的后续消息 将会在确定后及时通知 请大家持续给予温暖的支持 和不变的爱 直到RM.Cimin.Pi.Chonggu 旅行完兵姻义务并健康归来 不过这也意味着 庞谈所有能胆七位成员 将全员旅行兵姻义务 所以2025年下半年 就有希望完全体回归了 希望各位成员们 以及正在当兵的所有人 都能健健康康地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